5月13日星期天是法轮大法传世20年的纪念日 全球各地都在举办着庆祝活动 来自全球7000多位法轮功学员 12号在世界之都纽约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 今天是法轮大法传世20周年的纪念日 来自世界各地的近7000名法轮功学员代表在纽约的唐人街 汇集成了一道浩浩荡荡非常雄壮的游行队伍 在面临中共13年的迫害和镇压的今天 法轮大法越来越呈现出了红船世界普天同庆的启示 一如往常 著名的天国乐团站在队伍的最前面 雄壮威武的鼓号声响彻云霄 对于唐人街狭窄的街道而言 7000多人的游行队伍有点过于庞大了 浩浩荡荡 惊奇飘舞 游行队伍根本一眼望不到头 法轮功学员以前所未有的强大证实 向世人展现大法学员大善大人 坚忍不屈的精神 这些学员们来自世界各地 有俄罗斯来的 希腊的 墨西哥的 台湾的 日本的 韩国的 越南的 等等 在天国乐团之后 巨幅的模型矗立在街头 这是讲述宇宙真理 转法轮在全球被翻译成近四十多种语言 翩翩的仙女手持灯笼和莲花 希望为民众带来祝福和希望 龙腾虎乐的舞龙舞师队和现场观众热情互动 来自不同族裔的练功队伍 展现着法轮功的五套功法 悠扬的音乐为中国城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气氛 第二个方阵是千古奇渊 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 很多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 由于不放弃信仰而被迫害致死 上百名身着白衣的女学员 手持着花圈 一幅幅的照片 代表着每一个高洁的灵魂 游行的第三个方阵中 展示出了13年的反迫害历程 即使在磨难中 法轮功学员屹立不倒地向人们讲述着真相 揭露着中共的谎言 一条条横幅 一幅幅展板的字字真言 向世人辩明善恶 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每年参加游行的人数都在增加 每天都有人们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 在经历中共残酷镇压迫害的13年后 中共迫害的真相越来越昭然若揭 法轮大法的美好 也越来越深入人心 很壮观 很有气势 不错不错 挺壮观 壮观 他们很伟大 因为很多人 还比较有诚意 有真心 今晚好 那天很肯动 很好 法轮功是好的 好也好也 我就喜欢法轮功 法轮代法真是好 越来越多的民众表示 中共对法轮功残酷的迫害让人无法接受 不应该 不应该 如果是好的 应该给全部人知道 我觉得他们有权利发出嘴声音 有权利告诉大家他们的想法 法轮功显然在国内受到了很多很多迫害 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非常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 没有任何有任何一点良知的人 可以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觉得这个是 这是显而见的事情 毫无疑 雄壮的队伍 昂扬的气势 一股浩然正气 抵挡在天地间 这么多年走过来 法轮大法普天同庆的红市 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必然 也必将会有更多的民众 走入了解真相 抵制迫害的队伍中来 新唐人记者江光宇 纽约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